现在是进退两难 前有大沟后面也退不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抑着头皮往前走 好敌啊 感觉没过红沟 它都很悠哭的惨道 完全是擦着走的 这个怎么玩 看下来就是马虎的开箱 这个开开就太快了 先感受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面的空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宽敞 这是我们的车顶帐篷 现在已经到了好大 非常的重 我们现在自己也到物流公司来取 这帐篷还是挺大的 现在我们临时把它给磕在上面 现在我们把车慢慢的滑到尽头 尽头那个地方比较宽敞 而且很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银队长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我们终于把我们的车顶帐篷给拿到了 其实它早就到了 主要是我们安放这个车顶很干 耽误了很长时间 所以就一直放在物流公司没有取取 现在先开箱 先研究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安装 第一次的车还这么大的包裹 这也太厉害了 这纸壳子都能卖多少钱了 里面还有一层 真的是低过他的租名 太厚了 哇塞 有没有坏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帐篷的相关的配件打开了 总共有12个垫片 这上面只有两根可以卡到的那种钢条 这里应该是给那种有三根横杆的车准备的 我们现在应该只能上4个 现在我们就先来尝试安装一下 那送的工具还不错呀 还聪明你看 这是可以卡死的方形 它应该是定做的吧 对 上端不用固定 这太方便了 它底下是有轨道 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要先把帐篷给顶起来 要不然这个螺丝过不去 我们现在正在裁剪我们自己买的胶垫片 直接这样安装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的横杆给磨花 而且还会有异想 所以我们自己给它加一个 就是这样放到中间刚刚好 我们这天窗是彻底的开不了的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两颗螺丝了 顶着车顶上篷现在好帅呀 开着小奔奔去运营 开着小奔奔去运营 现在是进退两难 前有大沟 后面也退不了 所以现在就只能抑着头皮往前走啊 你刚好在中间 狗狗 啊 擦地银干净就果夫贼 哎呀 刚好从这个狗狗里面过去 小布林班第一次出来寓意 Come on 豪迪啊 感觉没过红沟 它都很又酷的惨到 只能把豪沟骑着肚子底下走 从来没觉得车掉头这么难 这种路底盘低到不敢动 掉个头都能花很长时间 我们费了一句牛岸虎之力 找到了一个风水宝地 这也是我们这台小奔奔 第一次走这样的路啊 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们发现它真的是一点路级都不能下呀 因为就这个旁边这么一点点的坎 感觉下去它中间都有单起来 刚刚还没有走多远 就已经蹭到很多次底盘了 不过还好它现在也到了它的目的地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这个车顶的帐篷 打开是什么效果 现在侧面的卡条已经被我们取掉了 只是前后的四个卡子 这个帐篷我觉得有缺点就是它没有锁啊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多年第一次使用车顶帐篷 买的时候也对比了好多家 慢一点 因为它里面是有叶牙杆的 接下来就是马虎的开箱 哇 这个开箱也太快了 它这个是它的侧帘 它是有拉链的 我已经感受到里面的垫子 还挺软的 很不错呀 太帅了 现在先把这个梯子开箱 开吉普的时候走这样的路 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 如今开这台车 我们装的发动机护板已经蹭了好多次了 哇塞 这梯子都有装的 梯子是安大长的 它没有挂钩吗 这梯子 哎呀好像真的没有挂钩 林队长先尝试一下 把这个帐篷给支起来 它四面都可以支撑起来 哇 哇 然后再把两边的拉丝给拉下来 两个脚队 完美 后面 太棒了 这帐篷目前看来质量不错呀 也非常好看 它上面都是有几个袋子的 四个面都是可以像这样 给撑起一个三角形的 所以下雨天也不会担心很闷 来看一下里面什么情况 看一下上面给我们隔音了没有 我们是定做了隔音的 有一层棉 我现在就是在帐篷里面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钩网 顶上我们选择的是这种夹棉的 其实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底下有一层垫子 它是泡沫的呀 躺起来其实感觉还比较软 这里相当于做了一个枕头的心状 里面也是这种泡沫的 先感受一下 哇 这个长度很合适呀 我觉得这里面不用加枕头都可以了 这个地方它刚好有一个枕头 然后把衣服定在下面其实刚好合适了 躺着其实挺舒服的 而且我发现哈 它里面的储物的袋子做的好多呀 这个地方有两个袋子 旁边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布的袋子 这样很好 而且上面的空间完全合适 可以把前面给打开 我从外面看一下 哈喽 前面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枝楞起来的 这个地方会不会塌下去呀 不能太熊利 因为我们只有两根横杆 主要我们前后没有支撑点 这几天天天自己打孔 没白费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设计其实挺不错的 侧面它怎么都不会飘雨进来了 我看到有很多的帐篷 它只是前面有枝楞起来的 但是旁边没有这个侧帘对不对 买这个帐篷它还送了一个灯 这个灯好像是太阳能的 看这个外面的造型 哇塞 还挺好看的 它仅仅只是长得好看而已 我就说嘛 这应该就是太阳能的对不对 对 它已经在开始充电了 我怎么开呀 按一下就可以了 一点都不亮啊 是不是没啥电呢 然后我们单独还去买了一个锁 买这个帐篷的时候 全体长当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 这些帐篷需要用7字 如果没有这个锁的话 担心这个妻子被偷了 我们买了一个是这种锁 用来锁自行车的这种 然后是一个密码锁 但是白天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来锁这个帐篷 因为这个帐篷它是没有送锁的 所以这个车里的帐篷的盖子 就相当于是 就是木马上的引擎盖一样 谁都可以把它打开 不过现在目前初期 因为是新的帐篷嘛 其实里面的味道还是挺刺鼻的 它有一点这种新的东西 这种焦的味道 不过不知道它的防雨 还有防风的效果怎么样了 等到之后使用的时候再来验证吧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睡觉真的是有这个帐篷 但是我坐起来头完全就顶到上面 这个真的是停到湖边就是湖景房 停到山顶就是山景房 只不过目前非常担心的就是 因为还没有使用习惯 如果还以为是在家里面的床上面 一脚就踏空了 那就真的尴尬了 现在目前有点顾虑的就是 还应该少了一点 哎呀我要躺着休息了 晚安各位小伙伴 麦克麦克 第一视角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面的空间 这个真的是非常宽敞啊 真的这个车顶帐篷我盼了好多年了 从最开始 站起大宝贝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就非常想有一个车顶帐篷 然后到现在才实现真的太难了 首先得买一辆车 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这个车顶装不了横杆 所以又只能自己给它打孔 给车顶装的四个大孔 才成功安上这个横杆 安上横杆之后又得买车顶帐篷 买了之后回来又给安装 安装了之后才由现在躺在这里的这一刻 当然躺在这里的这一刻 真的才发现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真的非常的值得 因为真的太爽了 我们先使用一下这个车顶上横到底怎么样 如果不错的话再和大家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拜拜 我们现在来尝试收它 两边有个带子扯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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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轿车确实没法走这样的路 不过够平的吧 就完全是这个样子了 完全是擦着走的 这个怎么玩 这可不是广角啊 这叫平角 蹭得过的 我在车里面的时候 我感觉这样的路很平哪 哪知道是这样的效果 走里面这个地方 把这个坑放在车肚子里面才行 应该没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订阅哦